你這台車是駕駛是誰 千萬麥拉倫跑車微停在居酒屋門口前 警方上前盤查車主就站在車外 你有喝酒嗎 你有喝酒嗎 我剛才有喝一點 所以是你開的嗎 不是不是 車主坦誠他有喝酒 但拒絕配合酒測否認有開車 警方也馬上開出 據測的18萬元罰單 台中警方23號凌晨巡邏 發現有千萬麥拉倫的車主 涉嫌酒駕 馬上查扣牌照 並且在車車上貼上封條 但車主沒有移車 一路停到中午才來牽車 中型車主到場則是喊冤 他表示他並不是像警方說的那樣 不願意配合移車 而且他澄清有喝酒 但沒有酒駕開車 不過警方則是提供了完整的監視器 還原過程 警方表示凌晨2點47分03秒 可以看到車輛行駛中 48分22秒中型車主下車 過了6秒他走到車前 8秒後遠景就到達現場 加上駕駛也坦承喝酒 所以認定他有酒駕的嫌疑 而中型車主則是據測 車主不滿警方取締酒駕時 他站在路邊沒有駕駛行為 但警方認為取締酒駕的過程 沒有任何問題 要是車主覺得不合理 可以向監理佔申訴 TVBS新聞蘇坦 廖發音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